好,大家好,我们开始吧,大家,这个深秋来了,是吧,这个秋凉阵阵的,大家,然后那个下面也该是我们的盛大了,现在其实市场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在,同学们经常会给我联系啊,包括提问啊,包括有时候也需要我给大家注射一点能量,是吧,鼓励鼓励大家,因为大家说跟我谈完之后大家就有信心, 大家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时候会稍微的有彷徨一下,是吧,我说没有问题的大家,大家都会成功,哇,这是我在这上面给大家说的,大家在现在这个市场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我可以这样说,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经历过很多泡沫,是吧,在2000年,这是个大的泡沫,我就是在那时候,前后吧,那时候,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早到, 开始做加瓦的,做运务者的,是吧,然后,我经历的,当时我是切身的经历者,面试,我觉得都没有现在,我们同学这样的厉害, 一个是我们同学真的厉害,是吧,真的厉害,我们同学就是一个个,你们发现真的我,一个是非常非常觉得你们了不起,而且被你们骄傲,就是你们在这个历程中, 克服一个个的这种障碍,其实这种障碍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有自己心里的,但是呢,都能获得成功,而且我就能看到成功之后,你没有再飞速的发展,这个让我真是, 欣喜若狂啊,我觉得太好了,我们到今天的主题,我一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吧,那个Lexy,她刚刚下线了,我估计她那边系统出问题了, 好,我们等她一下,那个Lexy拿到的这个咨询顾问,你等会让Lexy来介绍吧,然后看看,哎,Lexy回来了,Lexy啊。 Hello,大家好,不好意思,我刚刚好像跳电了,我现在用我自己的手机,希望不要,就是等一下断线,那老师换我了是不是? 对,我就说呀,我现在谈到我们的Genda,就是今天呢,首先是你,Lexy来介绍一下她的整个的学习的成功的求职历程,我想有很多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在上面取经啊, 还有一个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的技术的第二部分,是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更重要的,第三个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其实更重要, 比那个技术的RECAP重要啊,就是我们的同学们现在的状态,学习面试求职啊, 整个的这个状态啊,分享啊,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个station上,跟我们来探讨来解答。好,那现在我就把这个机会交给这个Lexy了,Lexy你有这个PPT吗?要展示吗? 我找到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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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我找到你啊,嗯,我找到你,好。 所以我可能有点不知道,等一下可能网络没了,就也会消失,大家再报告一下。 然后我看到我们的Christina,你把你那个视频可以去掉, 你那边怎么冒出来一个视频,就是你那个摄像头是不是开了,可以去掉。 Christina,有时候这个系统会自动的切开你的摄像头,其实当时人都不知道。 好,那那个Alexa,你开始讲吧,没问题。 好,那不好意思大家忍受一下我的声音,怪怪的。 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前期的学习啊,然后还有面试, 因为我自己可能技术能力也不及各位同学,所以等一下如果我有哪里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你们欢迎随时打断我,然后我都很愿意跟大家讨论。 那一开始我就是一定要先谢谢杨老师嘛,因为其实杨老师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帮忙。 我那时候记得我刚开始加入这个社群的时候,我看一个老师的影片是说,就是我们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因为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听了觉得很扯,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如果都可以找到工作,大家真的都不用担心。 因为就是很,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在我开始投简历到现在,就是很深切的感受到它跟其他我过去投的任何的产业的状况都不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很热门的产业,那我等一下后面可以讲更多。 然后杨老师也是很帮忙我在求职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从一开始写简历的时候,老师就是也是帮忙看简历,然后帮忙确定有没有问题。 然后到后面他,我有说面试完,然后就是特别烦还是特别不知道怎么准备,我也会打电话给老师。 所以其实他还要身兼那种,你知道就是心理之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他啦。 然后除了老师的部分之外,同学群组还有学长姐也真的帮忙很多。 就是我在这个社区当中就是得到我很意外的,因为正常来说就是那种培训营,同学也不想理你。 可是在这个群组里面,我的同学的群组里面有像Charlie,Melody,Roro跟Christine等等,有一些我可能没有提到。 那我们都是很频繁的会做一些沟通,然后其实不是说大家互相讨论什么技术问题, 因为讲真的我们都没有那么厉害,我们顶多就是做了比较多研究可以share一些link这样子而已。 但是更多的是信心上面的支持,就是在找工作大家通常都会很彷徨嘛,如果有一群人可以跟你一起的话一定是很好的。 然后这群同学是其实是我在论坛上面就是有就是拨过一些帖子,就是像是面试经验分享啊, 还是我准备证照的经验分享之后认识到了同学。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去帮忙别人,然后别人会特别愿意来跟我当就是当战友, 这是我觉得一个不错的方式,如果大家想要认识到论坛上的朋友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学长姐也是,就是学长姐真的是帮我很多,像是Demi,我刚才跟Demi讲完电话,Demi就是跟我分享了很多工作上的经验,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学长姐真的很前辈,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我自己还在担心的事情。 然后也很谢谢像Wendy,Karina,这些学长姐,还有Colby之前都有跟我联系过,然后就是很受用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走过的弯路,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就是走过哪些弯路,然后大家可以就是绕过。 其实我是在美国念书念硕士,然后我中间就是毕业之后就是有感受到美国其实, 就是像在我的领域而言非常难找工作,尤其是美国也有一些工作会看身份,如果他那个工作就是很多人头, 他基本上也不会想要没有身份的人去做啊,因为干嘛要那么麻烦之后还要帮你省减身份。 所以我当初毕业完没多久我就回台湾工作大概三年吧,然后我是去年,去年底到加拿大, 那时候就是又过来,然后又让我回想到我当初在美国有多难找工作, 所以我就是决定要转一下我的领域,我本来是做就是那个硬体的,比较偏硬体的。 那现在就是转IT,其实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差不多,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做的事情就不一样。 那我也是请教了很多过去还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啊,或者是在加拿大的新的朋友, 然后他们有给我很多很多的方向。 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留学生嘛,所以他们推荐的方向一定就是, 你就去上课,你就是重新去上课,然后你可以从学校里面一些管道, 像是毕业生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那种那个就业博览会啊,类似那种去找工作,从junior的做起。 然后我其实也是很confused要不要走这一块,所以我到最后我是只有去就是take一个就是类似一年的那种graduate certificate 的课。 那上这些课程要说有帮助吗?还是没有帮助吗?我其实就是也不是也不是说他完全都没有帮助,他就是老师过去说过的,他就是一些知识的碎片。 所以我那些那时候就是take了很多像data analysis 的课,像是tableau啊,还是power bi啊,就是还是sequel,这些课我都有上。 但是我会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些课变成一个专案,或者是说就是让求职的时候让别人觉得我真的有用过这些东西。 我总不能就是说一些上课的专案,然后就把它当成就是我面试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很没有方向。 然后我到2021年的时候,就是今年我二月就是二月认识到认识老师,然后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老师的课程,然后我就加入了这个课程。 当时我还是不敢放弃我原本的课,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已经上一半了,然后我这样子对吗? 我就不知道老师这个课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因为我就是听老师说嘛。 然后我就两边同时上,然后也拖了很多时间,然后我其实没有花很久,我就把课全部停完了,大概不到两个月吧。 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法医项目,可能我也没有很全力focus做啊,所以我就卡住了。 然后可能就是我没有到贯彻前面的四堂课,就去做那个法医项目,所以我就也没有自己多花时间查资料啊。 所以我就继续,我就是卡住就卡住了,我就去做我原本的事情。 我就把我原本的课程可能就是念得更认真这样,然后没有继续前进。 然后一直到我认识了那个论坛上面的朋友,我们大家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才继续的企业级项目,然后求职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我中间大概停了两三个月有。 对。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求职经历。 我的求职经历是在多伦多地区。 然后我想要跟大家确定的就是,如果你履历是被老师确定说是OK。 其实老师就是帮忙看一下,那个履历我基本上都是follow那个论坛上面的那个范本。 就是一字不差的写下来,我没有就是更改太多。 然后面试真的是源源不绝。 就是我从LINKING啊还是从Indeed上面都有五花八门的人找你面试。 但是也不一定说是就是那么精准是Dynamic 365。 他可能也可能有机会是什么一般general的BA或者是BSA。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开发个app他也会觉得你是可以的,因为你有这个365的经验这样。 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都没有听过那种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问题。 但是的确他有时候问的时候,我是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没听过的问题,只有没准备好的回答。 那就是我遇到的那个问题,我自己再去把它研究出来,我下一次就会了。 那我自己是一共面试的六间公司。 就是我真的自己有,真的有自己去投,然后自己面试,面试到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之后的有六间。 然后我自己投的就是很精准的Dynamic 365。 不管是consultant或者是BSA这种位置,我就是投了三十间。 然后有十间有给我回复。 有一些我可能就是看他,就是等他给我回复之后我再去看JD。 我没有那么喜欢,我就没有去答应他的面试。 一直到后面就是有六间有到二面以上。 就是我觉得这六间比较有机会拿到offer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可能就是有一些面试没有去接有点可惜。 所以我建议同学是求职阶段中的所有面试都接。 然后不想去的公司就让他陪你练那个英文口说。 因为其实HR的面试都是大同小异。 你就是讲了你这个自我介绍,他也是问问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 然后问一些很behaviorate question,不管哪一间公司都是。 所以练习多次一点,就是你就会了,张口就来了,就老师说的。 然后小间的consulting公司比较容易会问那种技术的问题。 就是很深究技术的问题。 就是像我之前问到的,对,反正我觉得小间的consulting公司都比较难。 然后也是很难回答。 所以就是慢慢演练了。 我自己就是算老师说就是都是建议大家去consulting公司。 但是我还是对我自己的技术比较没有那么有信心。 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把我自己断定在好,如果我有BSA我就要去当BSA。 那甲方的BSA啊,他们很喜欢问那个behavior question。 就是他们会问那种,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正确答案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只要回答到让他觉得对你有记忆点,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就是很平铺直速的背了一段话,他也不会记得你这个人啊。 所以你若可以说一个故事啊,还是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 像天气啊,还是什么,那种玩笑,就是他们会对你有一点印象。 那我面试的这六间公司啊,就是有小的consulting公司,也有四大, 然后也有IT solution,然后也有银行,里面有两间的是银行。 我自己的经验在求职面试当中就是, 让面试官喜欢你比问题回答的好来得很重要,来得重要。 因为我真的到最后拿到offer的这间公司,我真的觉得我面试的不是很好。 就是他有一轮就是一直在问技术问题, 然后那个东西是share points的东西。 然后他就问得很细,就是什么list是什么啊,就是那个什么, 你list management是怎么弄啊,这个按钮是干嘛那种。 所以我当时就是说,就是几乎都不会。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会觉得,你可能多少对这个东西还是有概念,还是好相处, 然后你人也好相处,所以他们到最后有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也是我运气好啦。 然后再来是求职信心。 我自己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没自信的人。 然后,但是在面试的当中,我就是会收掉我这个没自信的样子。 就是我会让别人觉得好像我看起来就是他问的问题我都知道在干嘛, 然后我人很好相处这样。 然后如果把那个面试的问题啊, 你就是网络那个论坛上面有很多问题。 你每一提问题,其实也不用每一提问题, 就是那种behavior问题,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背起来, 你信心就会来了。 因为其实技术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太会被问到太多。 那如果真的就像那个刚刚我说的小间的consulting公司问的那么多, 那我们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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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老师前面四坦课的经验这样子回答, 他应该不会太刁难。 对我来说是这样啊。 那如果遇到不舒服的面试官,就是move on, 因为他不会是你想要的主管。 我觉得虽然我只有面试大概就是不到时间公司, 但是一定中间也会有遇到很不舒服的面试官。 像是有一个小间的consulting的公司, 他连我的身份是怎么拿到的都要一直问。 你家人为什么你家人有身份? 所以那种其实当下一定是会被影响到,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他的问题也会问得很细。 那就是如果你就是觉得就是他不好相处, 那就算了,就是你面试完你也不用卡在心里。 而且我要跟你们说就是我遇到就是这个, 这个让我那么不舒服的面试官。 我结束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还是收到了一封信, 然后那间公司还说跟你聊得很愉快, 要约下一个面试。 所以其实他说不定问人的方式就是那样。 如果我有机会选我一定不会选他, 就是自己自己过得去就好了这样子。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同学一定对自己, 如果是新移民啦,就是一定对自己的英文, 觉得没有那么的有信心。 其实我也是, 虽然就是我正常沟通都没有问题, 但是老师觉得这是一个卡。 那就职之后我是觉得更恐怖啦, 但在面试当中啊, 我觉得英文不是没有面试好的理由。 没有准备好才是面试最重要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是, 有一个support的群组很重要, 然后要愿意分享才会有收获。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们如果有什么面试问题抛出来, 大家都一定会有各自不一样的回答。 你自己可以统整成你觉得最好的。 然后你也可以从同学当中得到很多的经验。 这是我在这一块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然后面试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面试的问题大概准备20个就够了, 不用准备太多。 然后自我介绍也要很短。 因为其实像第一个面试一定是HR嘛。 然后HR他也不想要听你呱啦呱啦讲那么多, 他就想要抄关键字。 所以就是那些我们学过的系统啊, 还是我们用过的专案管理的方式啊。 你那些词就是都抛出来, 他就是笔记都记得下来就好了。 我自己都是抓, 我都不会讲到一分钟, 可能就是40秒50秒这样。 因为一开始我在面试, HR面试的时候我讲太多, 他还会就是打断我。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他不是那么想要听, 你过去你是什么, 你是一个team player还是什么, 他不一定想要听那么多。 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很专业了, 所以我会尽量把我学过的东西全部都列出来, 塞在那50秒里面。 然后故事就是无限的套用。 就是你其实不用准备很多故事, 但你要有故事。 比方说他问到那个你有没有跟stakeholder起冲突啊? 还是他问到工作上有没有什么difficulties? 还是这个工作中有没有什么压力啊? 你这些故事都可以就是准备一个, 但是他问到另外两个的时候你也可以讲出来。 如果你就是脑袋中就是短路, 你也不用stakeholder就是讲stakeholder, difficulties就是讲difficulties。 因为他不一定会三个都问嘛。 然后技术问题啊就是多多少少还是被问到。 在去面试之前如果你就是不会就是多做功课, 那如果在面试当中遇到了, 我就是去google然后把它背起来。 然后我就是准备面试的方式是, 我会用中文先把问题想出来我要这么讲。 然后我会看着中文很自然的讲出来英文, 这样就不会有那种背诵感。 因为现在都是那种remote的面试嘛。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你是看着一个英文的稿子, 你很容易就会讲太快。 因为很像就是在背东西, 它其实也感觉的出来。 那我觉得我这个方式是, 就是会中间会有一点缓冲, 因为你可能还要想一下英文要讲什么。 然后如果遇到需要想的问题, 要为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 就是这一题问题你是真的可能会, 可能你要想一个故事。 那你在前面就不要一直呃呃呃的感觉。 你可以跟他说, 就像我们之前准备什么雅思还是托福口说, 你可以说哦, 这个问题我没有就是思考过, 让我想一下。 但是你其实慢慢的讲出来这几个字, 你前面就有10秒20秒钟, 你可以想, 你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回答。 但你如果真的遇到不会的问题啊, 我觉得也不用拖拉时间不回答。 就是你一直呃呃呃呃, 你到后面还是不会啊。 所以你就老实说, 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 你不是那么清楚, 但你知道的是什么。 这我是, 我觉得比较好的回答。 然后, 我要分享的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谢谢。 非常棒。 我就是我认为这个, 就是他们会做一些程式, 让其他的公司可以使用来管理他们的东西。 当然可能也是系统啦,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的位置主要是, 就是用SharePoints, 就是不会用到365, 但是SharePoints可以建一些公司内部的, 比方说网页, 让他们实行一些功能, 然后也会跟Power Platform, 跟Power Apps做集成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面试, 第一个面试是, 就是跟我的知数主管, 跟一个可能未来是我的peer的一个, 一个印度女生做面试。 然后那知数主管, 他们两个其实问的问题都颇细的, 就是尤其是那个印度女生, 她就是一个功能一个功能问, 所以我就是觉得SharePoints 我就是没有那么熟。 然后当下她这样子问, 就是回答的不是很好。 所以那时候结束的时候蛮难过的, 我还有跟同学说一下, 就说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要怎么准备啊这样。 结果很意外他们还是, 就是也是蛮曲折的啦, 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她中间反而跟我说要安排下一个面试最终面, 结果又在面试的前一天又跟我说, 哦这个位置我们公司暂时不缺人了, 但是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如果公司缺人你会是第一个选择。 然后我就想说话数啦, 话数,就是不要我了嘛, 就是花那么多。 结果很意外就是在隔一个礼拜, 她就是面,就是第四, 就是最后一面, 然后最后一面就是跟那个, 就是director啊跟什么vice president, 就是讲一下, 而且还蛮还蛮顺利的, 就大概讲十分钟, 他们也没有问你什么。 我记得他就问我说什么, 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啊, 你有没有看鱿鱼游戏啊类似的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好, 就是question你的技术能力的, 然后我就拿到offer了。 然后我是下礼拜一会第一天上班, 就是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多多分享, 就是上班之后的挫折, 大概是这样子。 嘿嘿, 不会有挫折, 你只要自信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对不起, 没有一点点问题。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开始讲的时候, 那个猪都会飞啊, 那不是我说的啊, 那是另外一个人说的, 张红什么的。 张红什么, 张红什么呢, 他说的, 那他说的。 现在我们在一个势头上呢, 我们同学都非常棒, 都非常棒。 你可以看看大家, 其实大家像你们的这种表现,你们的这种成绩,说实话,虽然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但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这种展示,这种闪光,真的让我都觉得你们很了不起,知道吧? 非常好的分享,非常好的分享,线上的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Wilson,首先恭喜你,我想有个问题,其实是和你,当时我看过你的企业机项目,然后当时好像杨老师也提了挺多意见的, 然后当时说他帮你落地之后,你能不能简单说一下你在那个方面有些什么调整,在那个经验上有什么调整,然后这个在你面试里面有什么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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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机项目的调整给你一个帮助的 没问题,老师那时候就是帮我调整的感觉就是跟我原本的企业相差比较大,但是老师调整完真的让那个企业机项目好讲很多 老师帮我,老师帮我把我那时候好像把我原本的项目讲成Fill Service为主,然后在老师调整之后我是讲那个Service跟哪一个忘了,然后之后又加了一个Portal,然后用,就是我觉得有加Portal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问我企业级项目的时候,我都是用Portal开始讲, 虽然它也不是什么东西啦,但是你可以跟365做集成啊,然后你可以比较比较简单的让别人了解说你公司是在做什么,然后你的客户是怎么进来的,所以这是我会切入的点,所以我基本上讲完Portal跟CRM什么集成,就是我们其实在那个什么All-in-One项目就已经做过那些东西, 你把他讲出来,他们就会觉得你懂了,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明白啦,谢谢啊,所以再次恭喜你 谢谢,谢谢 你好,Lexie 你好 你好,恭喜你,恭喜你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拿到的那个银行的那个面试,能告诉一下那个银行的面试的职位是什么吗 可以可以,呃,我面试了两间银行,然后反正我也没有要去那两间,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是,我是加拿大的一间叫做很大的银行叫做TD,然后另外一间是Equitable 然后这两间银行它位置都是BSA,可是做的事情很不一样,那个TD它是BSA,可是它虽然喜欢我的履历简历,但是它要我就是做的商品,不是那个跟CRM, 有任何关系,它做的是app,就是那种反洗钱的app,然后那个Equitable它做的是,就是CRM,他们公司可能是刚刚开始要就是加这个东西在系统当中,所以就是希望,呃,人,就是开找人啦,所以他们其实懂得也不是说那么多,也没有问到太多问题这样子 哦,好的,谢谢 谢谢 大家还可以接着问哈,我只是打个岔,就是我们呐,在求职的时候大家,其实我们一个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态,我们是Dynamics 365,Office 365这个生态下面的,现在Power Apps成了一个,成了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一个Hub,把这些所有的这种,应用体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Hub,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同学们求职BA,General的BA,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家,是吧,求职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简历拿出来,他们都会找到你的,你而且你投General的BA,很容易拿到面试,只是你们愿不愿意去做,是吧,这是一个我们要去考虑的,因为薪酬待遇要低许多, 同等来我觉得低两万都不值,是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Lexy吗,都可以问哈 你好Lexy,首先恭喜你拿到offer,然后我是非常,在咱们这个社区里面非常新,我就想有大概两个问题请教一下,一个是就是现在在多伦多这个工作,比如说您申请这个工作的工资, 工资范围是怎么样的,谢谢啊,没问题,呃,我其实,第一个是薪资范围嘛,然后我就是完全相信老师,因为我其实过去也没有想说,呃,跨到这个领域可以一次从这么高的薪水开始,然后那时候当时老师是跟我说,如果是新,新加入这个,比方说三年,四年,就是过去工作经验就是三年,四年,五年,可能就是报九万到十万,然后大部分的公司,也是, 是蛮能接受这个价钱,他们不会去质疑我说,哎,你怎么报那么高,但他们可能会在一开始HR面试的时候就问你说,能不能negotiate,就是当最后就是给你一个offer的时候,能不能negotiate, 我当时就是会跟他们说,就是没事那就是我们有面试到后面再说这样,我都是,我都是用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是OK 那大家还有问题吗?谢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Lexy,你好,我叫Lio Lio,你好 恭喜你,恭喜你 然后我刚才有听到一位同学有提到你有分享过你的企业级项目 请问我是能在论坛上面找到吗?因为我有搜索,好像没收到 那我企业级项目好像没有讲的特别好,如果就是要听,就是主要我觉得企业项目是这样,就是如果可以找到同学是分享跟你同一个产业的,你可能会帮助比较大 然后我是,我当时分享的是比较偏向制造业,然后跟那个,就是跟,如果大家有看项目,就是老师之前做的那个项目的话,跟那个脚踏车产业有点像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讲完我的企业级项目,老师跟我说要做修正之后啊,我就重新去听了那个,那个老师之前带同学做的那个项目,脚踏车项目 然后我其实把我自己的项目,讲的跟那个脚踏车项目有点像 所以,但是毕竟那个,我在面试当中讲的方式没有录下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同学有机会的话,如果是制造业的话可以去看这个项目 对,希望有帮到 我可以回答你,论坛上面是有这个项目的,你可以去找一下 其实我觉得呢,看它的项目呢,我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当时我在做我的体系项目也是有点走偏,然后我看了它之后,就知道我原来想法有什么错的地方,又要怎么去纠正,这样子而已 对,好的,我再搜索一下,估计我没有搜索到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谈,那个Legacy刚才在谈到有两个月的停滞 这个还是,这个我觉得Legacy很诚恳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我记得是天还凉的时候,是吧 Legacy来加入我们,然后在学习历程中有两个月的停滞 那时候是,Legacy非常把他的这个情况去到那个地方学了什么,要学Diploma 然后呢,我说学他干什么,好了,我通过这个话题来展开一下啊,就是刚好通过这个 就是我们的同学,就是我们这个体系,其实教育背景是这样的,是需要的,教育背景是需要的 我们至少要有这个大学的教育背景,这里面包括这个,比如Diploma 包括Bachelor啊,包括Master啊,都可以PhD,对吧 教育背景是需要的 而这个背景呢,是我们在求人面试中,企业的一个门槛 对吧 如果你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对吧 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教育背景,我就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这个Lexit的分享啊,就到这儿,谢谢 给给美食感